美軍林肯號航母打擊群跟日本部隊16號在台灣東方菲律賓海聯合演習 從北京冬奧開幕前夕 林肯號就與兩大兩棲攻擊艦在台灣南北方兩大海峽附近軍演 18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黛上將表示 艦隊規模需要擴增到513艘 美國海軍WACE 2022年會作戰部長 海軍陸戰隊上將司令伯格與海岸巡防隊上將司令殊姿對話 主持人提問中共持續侵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如何因應中共北海伊朗和俄羅斯 吉爾黛表示因應印太形勢及不同的作戰概念 海軍需要超過500艘艦艇來履行即將發布的新版國防戰略承諾 吉爾黛曾多次表態中共就是戰略威脅 美國海軍現有305艘艦艇數量上被中共的355艘超越 吉爾黛列出至少513艘艦艇的需求規模擴增約四成 這接近川普政府時期的海軍艦軍計劃2045戰鬥部隊 513艘將由150艘5人艦艇 363艘有人作戰艦艇組成 包括12艘航空母艦 9艘大型兩棲突擊艦 20艘兩棲船屋登陸艦 30艘以上輕型兩棲艦 以及60艘驅逐艦 50艘護衛艦 跟70艘攻擊潛艦 12艘彈道導彈潛艦 以及100艘後勤估擊艦 新唐人亞特電視 張東旭報導 12艘導彈